而这场在社交馆登场的3对3篮球动牛赛 特别邀请了SBL超级篮球联赛的明星球员吴凤臣到场 表演精彩的灌篮秀 非传统名校毕业的吴凤臣是小港人 抱着回馈家乡的心情 回到高雄和球迷交流 我也很紧张 身高超过1米9 准备飞升灌篮的是SBL超级篮球联赛 明星球员吴凤臣 成功飞过身高大约160公分的球迷灌篮已经够精彩 接下来要挑战的同样高难度 跨过地上躺着的5位球迷 吴凤臣再次灌篮成功效果十足 专程来到2012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局长 背3对3篮球斗牛赛开幕式里大受球技 这位在地小港子弟是蓝坛的闪亮星星 毕业于汉民国小跟中山国中 中山国中的教练李基福老师 他有跟我说我们到时候社交馆要办一个 因为在地小港很久没有办三对三活动 还没有几个球员有在现役有在那个线上就是有在做比赛的 回来鼓励然后回馈然后可以就是给大家一些就是支持支持的动力 或者是努力的动力我觉得这样子也很开心的 放着回客家乡的想法吴凤臣和篮球爱好者交流切磋 看在市长眼中当年爱打篮球的孩子已经逐渐在篮潭发光发热 证明有热情可努力少不了成功机率 这些球员他一个鼓励 即使你可能不是一个传统的一个篮球名校的学生上来的 但是只要你好好努力都还是有机会像吴凤臣一样成为一个SBL的明星 正因为是小港人吴凤臣义不容辞回到高雄 为三对三篮球赛站台球星出现增添话题 也为赛事炒热人气 港东区欧物人朱宇宏采访报导